人积高难度跳跃的花样滑冰男蛋金柏阳 他是花滑男单四周跳的开创者 他是目前中国花滑男单第一人 以追求难度美为名 被人们惯有天才兵上少年之称 他六岁开始兵上训练 十二岁就夺得全国冠军 作为中国花滑男单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将作为二零二年我国举办的冬奥会的选手 代表中国进行比赛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天才少年的表现 这位花滑男单第一人金柏阳的冰上世界 1997年的金柏阳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 一个普通的小家庭 但是这个普通的家庭 因为金柏阳的存在也变得不再普通 作为中国罕见的花滑男单天赋型运动员金柏阳 还是拥有许多兵迷的 他的小名叫做天天 这个小名是父母起的 而因为亲切兵迷们也称呼金柏阳为天天 作为东北人的金柏阳 能够占到今天的位置 也是占了地方家乡的优势 使自己的天赋得以发掘 金柏阳之所以结缘花滑 是在他六岁时 被妈妈带去看深雪和赵洪伯的双人滑后 看见冰场上的旋转和跳跃 金柏阳被深深吸引 就和妈妈说自己一定要学花滑 六岁的天天走到冰场上 他与其他孩子不同 他不是追求冰场上短暂的玩乐 而是怀有着对冰上运动的热爱 而这份热爱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也是他成为中国花滑男单第一的重要因素 金柏阳的教练傅彩书评价金柏阳 说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 他热爱滑冰 并且从不偷懒 移上冰场比任何人都兴奋 2009年 金柏阳在花滑锦标赛少年组 就已经小有名气 但因为年纪较小掌握的高难度技巧 还暂时较少 于是金柏阳在加入了副彩书和许兆小两夫妇门下后 进行了更加专业的训练 夫妇教练二人的倾心打造 一人负责金柏阳的跳跃等高难度技巧 另一人则负责教滑行和表演技巧 半年之后 金柏阳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少年时期的花滑道路上 金柏阳很幸运地没有走过弯路 一直都是很顺利地开展属于他的冰上时代 随着训练难度的加大 训练时间的加长 金柏阳不论是跳跃 滑行还是技巧表演上都越来越出色 2012年 金柏阳在国际花滑大奖赛青年赛场的法国战一举夺冠 以后外点兵四周跳的高难度表演动作的完成取得优异成绩 金柏阳的跳跃和旋转都有着极高的天赋 但年纪较小 在滑行和对音乐表演的技巧上 还缺乏理解 不能运用自如 但法国战夺冠之后 其实比起开心和喜悦而言 更多的还是遗憾 教练称金柏阳的表现 其实还没有有时候训练表现得好 自由滑的水平还不及训练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中 金柏阳在各个国际花滑赛场上崭露头角 并取得良好的成绩 这也是他天才花滑少年称号的游来 青少年时期的金柏阳虽没能达到顶峰 但却也是一颗向着顶峰的闪耀之星 是中国花滑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2015年是金柏阳刚过完18岁生日 就首次登上成人组花滑国际赛场 也是这场比赛金柏阳掀起了一个属于他的四周跳时代 在这场比赛之前 许多花滑的冰迷们甚至是选手们对这个动作一概不知 并不是完全不了解不知道 而是对这动作的完成方式和技巧不明 因为这个动作难度太大 一般只会出现在理念和训练上 在赛场上几乎是没有看见过的 而2015年 在中国杯世界花滑大奖赛中 金柏阳作为第二组第一个出场 开场后他就呈现出第一个跳跃 这也是组合跳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 他的完成度和姿态 令场上的观众拍手成绝 令人感受不到这个动作的难度 人们眼里的金柏阳就像个优雅的精灵 在赛场上不断地跳跃旋转 而看到这场比赛的兵迷们 激情澎湃 将这段冰上表演 以各种解说方式不同的解说版本 放到了视频网站上 金柏阳也因此小红一把 成为中国花滑界的网红 这也是他冰上世界奇妙之旅的真正开端 因为他高难度的勾手四周跳动作一出赛场 冰场上开启了各种四周跳盲盒 其他花滑男单选手都纷纷开始内卷 不断提高自身的难度 就连日本长期花滑男单第一宇生结弦 也感受到了四周跳的压力 开始提升难度 在各种技术的刷新之下 在金柏阳四周跳的基础之下 宇生结弦创造了330.43的单人滑记录 而2017年金柏阳在芬兰世锦赛上演绎的蜘蛛侠 也是他目前最受喜爱的节目之一 金柏阳高超的跳跃加上激情的表演 在比赛进行到半途的时候 全场的观众都已经被金柏阳 大家一起尖叫欢呼 振奋人心 这场演绎的蜘蛛侠最终以同台告终比赛 暂且不论排名高低 从现场氛围来看 这场演绎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2018年金柏阳代表中国队 参与二月平昌冬奥会 在经典系列电影《星球大战》的配乐之下 金柏阳在冰场上 动作细腻流畅 但还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最终以第四名的成绩完成此次比赛 这是离奖牌最近的位置 也使得大家感到非常遗憾 但此次成绩 金柏阳已经刷新了中国花华男单的记录 赛后金柏阳接受采访也坦言道 此次比赛以第四名的成绩是可以接受的 他已经非常尽力了 第四名也是对他的认可 他也认为第四名这个成绩很现实 他称希望自己有机会参加下一个四年后的冬奥会 在此期间他还能能够不断完善 2022年冬奥会他会变得更强 记者和金柏阳聊天的时候 可以明显地看出金柏阳是一个有着东北市幽默的男生 从他坚定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他和他的冰上世界没有这么简单 而如今的2022年冬奥会马上到来 金柏阳已是24岁 他不再是曾经那个稚嫩的天才少年 他已经是个成熟的花华选手了 但他的眼神中始终是坚定且自信不变的 金柏阳作为目前国内花华男单第一人 他的节目在技术难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的参赛屡历和获奖屡历也极其丰富 在2022冬奥会的选拔赛中金柏阳也成功入选冬奥会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 他也称自己非常期待2022的冬奥会 相比平昌冬奥会好像就只过了十几天一样 他希望在2022冬奥会上可以代表中国体育人 以及中国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对于金柏阳而言 虽然年仅24岁但要打破平昌奥运会第四名的记录 2022年这场家门口的盛会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从实际来看的话 他起伏的状态是他身上存在的最大变数 从近些年他的状态和各种比赛来看 的确是有点不是很尽人意 但是在备赛的训练期间 他也十分努力 而他的成就也是中国花华男单第一人 因此让我们一起期待2022年由我国举办的冬奥 期待24岁的金柏阳能够再创奇迹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你们是否和我一样期待中国花华男单第一金柏阳 期待这位拥有东北式幽默的运动选手天天 欢迎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点赞转发 您的每一次鼓励都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